因為擴散條件不佳 所以中部引南的清空氣品質不太好 氣象局長鄭明典也頗文 舉出資料中出現了視覺上的邊界 在大渡溪 烏溪 以北 還有引南的空瓶是大不相同 中南部空瓶不佳 氣象局長鄭明典在臉書上 舉出十二號出現了視覺上的邊界 邊界位於大渡溪與烏溪 以北空瓶較好 引南出現橘色提醒 與紅色警示 環報書表示空氣網是收集自 俗稱空氣盒子的數據 其實空污趨勢跟正式側站監測的 變化一致 認為這條邊界是受氣象條件影響 學者進一步分析 台灣受雪山、阿里山與中央山脈的 地形影響形成三個空品區 氣流來到中部會轉成西北風 污染物一部分會被帶往南邊 一部分累積在當地 把山脈位置圖套在十二號空品圖上 可見中部跟北部空品區出現交界 而此交界並非固定不動 此波空物因擴散條件不佳 將在中南部持續多日 環報書表示 要等到周日冷空氣大量南下才會逐漸改善 記者林金梅謝祈文台北報導 馬尼瑟 打包謝祈文台北部空物